在全球疫情解封后的台北一博 吸引了来自八国138家展商 在VIP预展首日就传来销售夹击 草菌迷生的前卫变装秀 吸引许多藏家探寻 二十几件作品几乎都快卖光了 而这一次更有很多画廊 展示了更多年轻一代不同媒材的创作 台湾解封后的第一场艺博会 展区规模是历年最大 吸引来自八国138家展商 89家台湾画廊 38家海外画廊 其中来自法国的画廊 带来法国艺术家柯乃博的作品 他是极少数兼具汉学跟书法的创作者 他以西方素材体现书法之美 把书法加入颜色 然后他用书法作画 有活力有动力 它是活的 你怎么看近你看远看 哪个角度他都是在动 再来看台湾的画廊 带来日本艺术家草菅民生的作品 有2007年的南瓜 还有2004年推出的 草菅民生的前卫变装秀 包含了多件人生造型的彩绘赛录录片 每片人偶身上都绘制五颜六色 而大胆多变的服装 吸引不少人驻足合照 二十几件作品在VIP预展首日 一旁角落已经贴满了二十个红点 代表快要全数受庆 而一生执着于水彩创作的吴曾荣 中年从建筑师转为全职画家 他独创的技法融入水冲画面的过程 将水彩带到另一种境界 深受收藏家喜爱 在VIP预展首日已经卖出超过一半 水彩和树苗你很难做出那种叠加的基礼跟层次 但是吴曾荣开发出来一种新的技法 他会把纸拿去冲洗或者是浸润 因为他用的是一种比较厚的特殊欧洲的水彩纸 这幅的画面很特别 大家远看应该看得出来好像是一座山 但其实如果看他的图说 会发现他的名字叫一对夫妻 是有两个人背对背 坐在山头看着远方 另外林伟祥的风景画 以轻柔的触感不断的叠加 把流动的云雾保存下来 我在那边观看风景 可能有时间的话待很久 看着它有光的游移 画下它的画有云的流动 云雾的流动 或者是水汽从我身上迎面而来 那种感觉是照片拍不出来的 然后我选择在那边感受这些之后 再回到画室凭着记忆跟加上一点想象 把它融合在作品里 镜头转到另一家画廊 艺术家潘玉这几年的创作都跟花有关 他选择极具东方风味的牡丹花 刻意放大花朵的造型 轻柔花瓣在他耐心描绘下 细腻展现生命的绽放 基本上用油画方式感觉都是厚涂的 一层一层堆叠 然后这种厚涂法堆叠法 其实在一个花瓣的清透来讲 就很难传达 所以我在我的技巧上 我会把一些补触消掉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色阶 所以它就会有明暗 然后立体感 然后会有点透透的感觉 台湾当代艺术大师杨茂林 以Made in Taiwan为题 采用多元材料 融合绘画与雕塑的创作 像是星际大战武士造型的作品 光剑视觉效果趣味吸睛 仔细看用的章目不是光滑的表面 而是一笔一笔雕刻出 像绘画的笔触相当细腻 还有将台湾特有的云豹 跟百合画在块木上 以艺术生产台湾故事 我没有画在传统的画布上 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 就是用台湾的特有的木材 章树然后块木 因为本身树木的纹路 它蛮有味道的 蛮有纹理 所以蛮有意境的 有趣的是 其中一个作品还反映时事 共军绕台 仔细看蛮放大 它就是辽宁号的造型 然后前面这一只 就是航空文件 都是航空文件 因为有它的眼镜 所以它空气感就出现了 而美女艺术家徐颖玲 常年关注人类行为 与精神思想 创作期间经历怀孕 于是她换掉颜料跟调和油 其实你看到现在的作品 是食用葡萄油 去当戒指 然后颜色的部分 其实有一些蓝色 红色 比较毒性的东西 它就没有再用 所以你看它呈现 其实是比较柔和的东西 然后它以前的作品 会比较大面积的去涂抹 怀孕以后它把速度放慢 然后那个作品的堆叠感 就有增加 这次展览一大特色 就是许多画廊展示更多年轻一代 不同媒材的创作 像是生物艺术家Y2K 透过岩石造景的壁画 借由荧光矿物来揭发 光与物质编译的密码 所谓的光有七彩 它其实那个东西是 判读出来的光谱 它现在暗下来的时候 你有看到那些荧光的石头 其实它是用紫外线 紫外线去探照那些石头 因为看到肉眼看不到的 荧光的一些效果 为期五天的台北一博 去年创下8.6亿元成交金额 今年展会扩大面积举办 不只期待参观人数踊跃 更期许成交金额能突破去年 写下亮眼成绩 记者黄美琴 林秋强 台北采访报道